嗨 大家好 我是健身工廠的教練貝爾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我們很有特色的一個系列的器材 就是循環訓練的部分 那它呢 有一些比較獨特的特色 第一 就是最主要它可以一次訓練到是我們全身的肌群喔 還有它的阻力呢 也跟傳統的一般的阻力訓練的力量是不太一樣的 它主要的力量來源是彈力繩的部分 那彈力繩呢 對於新手來說 它的阻力是更容易的被控制的 那還有因為它的特色呢 是因為一次可以訓練到全部的肌群 所以對於新手來說 他們這樣交替的去完成訓練其實也是更容易的 然後再來呢 他們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因為訓練的過程中 它是完全不停止的 所以呢 心率可以有效的被維持在穩定的狀況 所以呢 它的減脂效益會更高喔 然後最後一個特色 就是呢 因為它的訓練過程是完全不停止的 所以呢 它可以大幅度的去壓縮我們訓練的時間 對於訓練時間有限的人 它會更容易的可以從這個地方開始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訓練囉 那關於訓練的方法呢 有很多 因為畢竟每個人訓練的目標是不同的 那我們在開始訓練之前 被人呢 想要推薦大家一個常見的訓練方式 就是不同的肌群 它可以做一個交替搭配的部分 使用的方法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想法 或想要了解的部分 都可以下巡現場所有的教練 所有的教練都很樂意為大家做服務喔 首先要跟大家介紹的這個器材 是固定式的蹲矩的器材 那它主要的訓練機群呢 是我們的下半身 就是腿的前側 後側 還有我們的屁股喔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講解一下它的基本的使用的方法 那首先呢 我們的雙腳踩得與肩同寬 腳跟踩好 腳趾頭呢 幫我抓緊檯面 然後等一下呢 核心幫我保持穩定 我們的骨盆跟脊椎都要在中立位 然後背也要幫我收緊 好 等一下我們要預備下去之前呢 先幫我們吸保氣 在我們核心的部分 然後我們會先把我們髮關節往後推 然後我們就準備要開始動作囉 吸保氣 來 往後 背收緊 腳跟踩好 站起來 好 吐氣 好 重複動作 好 站起來 吐氣 好 再來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台固定式蹲矩的器材 常見的錯誤 第一個 就是呢 我們很容易變成吸主導的部分 也就是說在下蹲的時候呢 我們先做膝蓋的啟動 才把重量帶上來 這是不OK的喔 好 第二個錯誤呢 就是呢 當我們在站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沒有穩定我們的腰椎跟骨盆 沒有保持中立位 所以我們站起來的時候有拱腰的情形 那像這樣的動作也是錯誤的喔 腰椎伸展了 這是不OK的 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膝蓋的部分 有內夾的狀態 我們要記得把膝蓋打開喔 還有第四個 常見的錯誤呢 就是我們的 胸椎跟腰椎的部分沒有保持穩定 呈現了駝背的狀態 讓我們的背是拱起來的 那要為大家介紹的下一個器材呢 是坐姿滑船的部分 它最主要呢 是訓練我們背部的肌群喔 那首先 我們一樣要先把我們的雙腳踩好 核心一樣要先幫我做好穩定 那我們做好的時候呢 一樣穩定我們的腰椎 跟我們的骨盆的位置 好 我們這時候呢 會把重量握住 帶上來 然後吸飽氣 稍微微微的往後傾 幫我把肩膀壓下來 肩甲骨做一個穩定 吸口氣之後呢 吐氣把重量呢 透過手肘往身體側邊帶 然後反覆 10到15次 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坐姿滑船 常見的姿勢上的錯誤 第一 就是呢 我們的腰椎 因為核心沒有穩定而拱起來了 出現了拱腰的部分 再做滑船 這是不OK的 因為腰很容易會痠緊喔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的肩膀沒有穩定 出現了聳肩的動作 做滑船 這樣子背部的感受度也不會很好喔 好 第三 就是我們常見的 就是胸椎沒有做好固定 所以呈現了頭背的動作 這也是練背的時候的錯誤的姿勢喔 跟大家介紹的下一個器材的 訓練器材的部分呢 是坐姿的胸推的部分 那因為呢 腳是我們動力鏈的第一環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任何的動作 尤其是上肢的動作 不要忘記穩定我們的下半身 所以腳一樣幫我踩穩地板 核心幫我啟動先做一個穩定 然後幫我呢 做出肩胛骨的往後收 然後肩膀的下壓 用椅背固定好 穩定住我們的肩胛骨 這時候呢 把我們的掌根 放在握把上 跟握把呢 保持垂直的狀態 那手肘不要內夾 保持張開 跟身體大概是45度腳部分 然後過程中呢 保持挺胸 好 吸保氣的時候 吐氣的時候 用掌根幫我們往前推 好 回來 吸氣 吐氣 好 再來 反覆一樣10到15次 記得不要憋氣喔 保持呼吸 OK 動作完成 那現在要跟大家介紹呢 是坐姿胸推呢 常見的動作上的錯誤 第一個 就是 聳肩的部分 因為沒有穩定好肩胛骨 以至於我們在發力的時候 肩膀是抬起來的 手肘往外打開 這個是 不OK的 那第二個錯誤呢 就是有很多的 會員在做訓練的時候呢 因為呢 刻意的下壓肩胛骨 想要保持穩定步聳肩 反而變成夾著一下在做這個部分的動作 這樣子也是錯誤的喔 OK 下一台機材呢 是骨二頭的訓練機 那首先呢 我們要先把我們的小腿 放上來 那放的位置啊 注意不要壓到阿基里斯健的部分 可以稍微呢 比小腿在上方一點點 然後呢 我們呢 希望讓膝蓋的部分呢 對著這個器材的軸心的部分 OK 好 對準之後呢 我們把它下壓 往下放下來 那記得呢 這個器材在做固定的時候呢 千萬不要壓到我們的膝蓋上方 要壓的地方是大腿的部分 好 這時候呢 我們的腳底呢 腳踝的部分 幫我做出背區 就是輕輕的往上勾的部分 可以避免小腿的帶長 然後呢 手幫我抓緊 然後保持 濕道的挺胸 背幫我縮緊 一下夾住 可以穩定我們的背 還有我們骨盆 腰椎的部分 穩定好之後 吸口氣 然後輕輕的呢 把它用小腿的部分 往下壓 對 壓到器材的最底端 然後控制一下離心的速度 來 吐氣的時候下壓 OK 再來 第三次 好 一樣幫我反覆10到15次喔 好 吐氣 好 繼續喔 那它最主要呢 訓練的是我們 腿後肌群的部分 這樣就完成啦 那我們這台坐姿腿後勾呢 它常常見的錯誤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核心忘記做穩定 我們在做下壓的時候呢 讓腰椎有了伸展的動作 這個也是不OK的喔 對 核心要記得幫我們收緊 不能夠讓腰椎有產生伸展的部分 OK 然後第二個常見的錯誤呢 就是我們的腳底呢 忘記幫我們勾起來 忘記做出背曲 然後它呈現了一個下壓的動作 然後用下壓的方式 再做這個坐姿腿後勾 它會讓我們的小腿產生代償喔 那接下來跟大家介紹的呢 是這個訓練我們後背背部肌群的 後背下拉 那首先呢 我們會先站起來 用手握住 然後呢 我們用身體的力量 把中央帶下來 好 我們雙腳一樣踩好地板 踩穩之後呢 核心先幫我做穩定 一樣穩定我們腰椎跟骨盆保持中立位 讓我們身體呢 微微的後傾 讓胸椎伸展的時候不會使用到腰椎 然後穩定好之後呢 我們再把肩胛骨和肩膀 輕輕的往下沉 然後呢 吸口氣 我們把重量吐氣的時候帶下來 好 來 吐氣 下拉 好 來 帶下來 注意不要拱腰喔 好 把重量呢 透過手肘 帶到我們身體的側邊 好 穩定 記得要先穩定好 肩胛骨 好 會不會下拉 常見的動作錯誤 第一個就是呢 我們在做動作的設定的時候 我們核心旺季保持穩定 腰椎也是 所以呢 我們在下拉的時候 為了要固定我們的肩胛骨 產生了過度拱腰的動作 那這個動作呢 很容易讓我們的腰會產生酸痛的感覺 就是不ok的喔 那第二個常見的錯誤呢 就是呢 我們沒有做出 穩定好我們的肩膀跟肩胛骨的部分 讓我們的肩膀跑起來變成聳肩 然後進而影響到我們胸椎的位置 產生的圓背 那這樣子背的感受度會很差 肩膀很容易不舒服喔 大家要注意喔 那現在要跟大家介紹的下一個器材呢 是我們坐姿肩推的部分 那想當然了就知道 它是訓練我們肩膀肌力的部分喔 那首先我們要做動作的開始之前 一樣呢 先幫我穩定好核心 然後背幫我靠好 好 那在做肩推的部分呢 我們就不用刻意的去收緊肩胛骨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上抬的動作 我們還是要讓肩胛骨有一定的活動範圍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手呢 握在這個握把上 好 然後穩定好 穩定好我們的肩膀 然後把它往前抬起 讓我們的小臂呢 沿著這個器材的立線 接近垂直地板的狀態 設定位置從我們的下巴開始 吸口氣吐氣的時候往上推 那記得手肘要保持 不要鎖死 好 接下來 吐氣的時候再推上去 好 再來 反覆10到15次 來 把重量帶上去 記得肘關節不要鎖死喔 好 好 這樣動作就完成啦 這次肩推常見的動作錯誤 就是呢 我們的手放上來的時候呢 我們的手呢 張得過開 往上推的時候呢 讓肩膀呈現一個內旋的狀態 肩膀非常害怕在外展又同時內旋的狀態做發力 這樣我們的肩膀 讓大家很容易受傷喔 大家要注意喔 現在為大家訓練的下一個器材呢 就是大腿的伸展訓練機 那它主要訓練到的肌群呢 就是我們的大腿前色 就是俗稱的骨絲頭的部分 那首先呢 我們一樣在使用器材的時候 第一個部分 都是要先幫我們穩定我們的核心 還有我們的腰椎 還有骨盆的部分 那這台器材這裡有個軸心的部分 建議呢 膝蓋的位置不要過於後面 影響到膝蓋的伸展 也不要太前面 就是對著我們軸心的部分 然後我們腳呢 一樣 腳踝的部分幫我保持輕輕的勾起 身體能穩定 腋下收緊 讓我們的上半身也是保持穩定的狀況 不要晃 然後吸口氣吐氣的時候呢 我們把我們的腿輕輕的抬起 然後要注意一下膝蓋的位置 好 吐氣的時候 用力 做大腿的伸展 好 身體是非常穩定的喔 那要跟大家講一下這台 就是大腿伸展的訓練機呢 它常見的使用上的錯誤 那像以這台來講 因為它背部沒有靠住沒有支撐 所以我們核心要更加的穩定 如果不穩定的情況下呢 我們很容易呢 會做出像是一樣會有拱腰的動作 腰椎一樣不穩定 或者呢 是說在出力的時候 我們背沒有收緊 出現了 駝背的狀態 這樣都是波OK的 大家使用上要注意喔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是我們的公二頭的訓練機 主要訓練我們的手臂的前側的肌群 好 那首先呢一樣幫我呢 保持胸椎的穩定 核心出力 然後呢我們會把我們兩個上手臂平行的放上來 好記得不要脫背喔 好記得不要脫背喔 穩穩的靠上來 保有腋下呢一定的活動空間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手往下平移 握住的時候要記得手腕不要做出伸展的動作 維持好手腕的穩定 那我們在做這個姿勢的時候呢 如果我們有感覺到腰椎的壓力 可以試著把我們的屁股稍微的往後推 好一樣吸口氣 吐氣的時候呢 我們用掌心把重量帶上來 好下放的時候控制一下速度 吐氣 帶上來 好肩膀都是穩定的喔 那要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台公二頭的訓練呢 常見的動作錯誤 那首先我們把重量帶上來的時候呢 很多人都沒有做好我們呢 那個手腕的穩定 所以產生了手腕的就是折道的動作 然後做一個上台的動作 這樣對我們手腕是非常不友善 很容易受傷 所以這一點在使用上大家要注意喔 我們的公三頭的下壓的訓練機 主要訓練呢 是我們的手臂的後側的肌群喔 好那我們等一下在使用之前呢 先幫我一樣把核心做好穩定 一樣穩定我們的腰椎跟骨盆 那我們大家在做這個動作之前 我們要記得先把我們的肩膀做一個下壓穩定的動作 好這時候我會建議大家把手放上來的時候 用我們身體的重量把這台器材往下做下壓的動作 穩定好肩膀然後保持挺胸 好把我們屁股臀部往後推 然後用身體的重量坐下來 坐下來之後呢 我們再把我們背輕輕的靠上去 那在做這個公三頭下壓的時候 注意呢我們的手肘不要打開 好吸口氣保持穩定 吐氣的時候呢在肩膀穩定的情況下 用掌根的力量把它往下帶 吐氣 然後一樣重複10到15次 肩膀都是非常非常的穩定的 也保持挺胸 好記得手臂不張開 好結束的時候呢為了不讓肩膀呢 會有一些就是壓力的狀態 所以我會建議呢我們稍微把身體前傾 然後手放掉身體順勢站上來 這樣動作就完成囉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呢我們公三頭訓練呢 常見的錯誤 就是呢我們在做下壓的時候 肩膀沒有做穩定 然後手肘又張開 好用肩膀的力量去做下壓的動作 這樣子我們肩膀的壓力會很大 會很容易受傷 所以大家在使用上要記得注意喔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的呢 是我們這一台呢是捲腹的訓練機 所以呢它最主要訓練的呢 是我們腹部肌群的部分 好首先呢我們會把這個握把重量往前拿 然後輕輕的放在我們的肩膀上方 好穩定好我們的核心 那記得我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跟其他的訓練肌群有點不同的是 它的胸椎呢是可以做一些適度的彎曲 然後想像一下呢我們的肚臍 所以往我們脊椎的部分做收緊 好等一下重量呢記得我們把肩膀一樣穩定好 然後吸口氣吐氣的時候呢 我們會往前做一個彎曲的動作 好吸氣來帶腿上來 好要記得這動作呢並不是一個彎腰的動作 而是一個把肚子往腹部捲起來的動作 想像一下呢我們的肚臍是往我們恥骨的位置做收緊 好記得不要憋氣用力的時候保持吐氣喔 那因為我們希望呢我們在做這一類的捲腹的動作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的是脊柱的曲曲 而不是髖關節的往後推就是髖關節的曲曲 那這兩個動作是不一樣的喔 如果說呢是脊柱的曲曲 我們的背是拱起來的 想像一下我們呢是從肋骨往我們的肚臍的地方收緊 然後會有點像是拱背的動作 然後吐氣的時候呢往前捲起 背從側面看起來是拱起來的喔 但我們不希望呢讓我們的脊椎是伸展的狀態 只有把我們的臀部往後推 做一個往前鞠躬的動作 這樣反而會伸展到我們的下背 訓練到的並不是核心喔 好啦那大家我們今天的訓練已經全部都完成啦 那我們今天總共做了10個器材 那這些器材呢在建議使用的時候呢 它就是中間是不休息 只是換一個肌群的部分下去做訓練 然後如果呢我們10個動作都完成之後 體力如果有限的 大家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每一個組間中間 可以建議休息個2到3分鐘 然後呢再持續第二回合的訓練 那我覺得建議呢以新手一個很好的起始呢 我們可以建議呢從3組3個循環做一個基本的單位來做開始喔 那大家聽完今天的循環器採來的訓練之後 有沒有覺得躍躍欲失呢 那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這是我們健身工廠在1月2月的時候呢 有免費的產客活動喔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個活動內容呢 非常有興趣的話 可以請我們現場所有的健體顧問 還有所有的私人教練 大家都會很樂意的為各位做解答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